1951年6月23日 试飞员乔治邓肯正试图将一架最新版本的F9F黑豹战斗机降落在中途导号航母的甲板上 但突然吹过的腰风把他的飞机直接甩到了甲板的边缘 战斗机被切成了两接陷入到一片活海当中 这样的架势 你认为飞行员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 但幸运的是 由于处置及时乔治邓肯活了下来 而且仅仅只是耳朵被烧伤了而已 不到半年他又开上飞机了 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告诉我们 把飞机降到航母上是个多么危险的活 也让好莱坞捡到了便宜 把它作为素材直接搬运到了好几部电影当中 比如1976年的中途导和1990年的寻找红色十月 当然在后者当中 他临时克算了一下更为现代的F14熊猫 如今舰载机在拙箭时会推力全开 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掉到甲板边缘的情况 顶多是没有挂上拦住所后 再次从斜角甲板上付费了而已 造成损失的概率大降 不过在早期航母是没有斜角甲板的 舰载机就是直冲着舰手这么笔直的降下去的 没有付费的机会 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给拦下来 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 首先相对于现代航母上只有四条 甚至是三条拦住所而言 直线甲板的航母上有12条拦住所 但这就够了吗 显然不够啊 万一要是尾钩拖了呢 你再多的拦住所又有何用呢 那我只能把目标定在起落架上了 于是在12条拦住所后面呢 还绷了5条拦住网 它长成这个样子 由上下两根钢拦住层 架设高度大约一米 通过拦住飞机的主起落架来制动 你最好不要尝试真的用到它 因为我感觉它就是个半马绳嘛 飞机撞上去呢 飞死机伤啊 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做法 而且对那种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的飞机啊 牺牲作用还特别的大 好万一就算这样 还是没把飞机给拦下来呢 当然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啊 高约6米的祖山网了 它由上下两条水平的横锁 与竖条垂直的条带组成 目标只指整架飞机的机身 不过相比起将全部自动硬力 都施加在飞机起落架上的拦住网而言 它通过更大的接触面积呢 反而分散了硬力 使飞机受到的伤害减小了 尤其是它在材质方面啊 并无钢篮 只有又宽又软的尼龙 也使得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不会像前面的钢篮那样 可能划过机头且竟坐舱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啊 哪怕是到了现在 航母已经有了斜脚甲板 和更加可靠的着舰系统 祖三王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平时收起来紧急情况下 只用三分钟就能够架设好 还的确是救下了 很多突发状况的飞机呢 二战后期啊 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 日本海军 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 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 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 他们能怎么做呢 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 扔下炸弹吗 太平洋上的岛屿 已经丢的差不多了 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 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 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 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 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 最大的轰炸机B29空中堡垒 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 那还是人家美国的 既然飞不过去 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 更不可能啊 在珍珠港 在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 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 哪还有机会再让它转一只空子呢 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 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 准确说 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 潜艇航母身上了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潜艇航母的故事 提出这个计划 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三本56 它希望打造一支 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 潜艇航母舰队 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方的城市 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 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 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 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 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 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 至少三趟 不用停下来加油 或者是添加补给 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 将近200万升的柴油 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 乘过数月的补给才行 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 另外作为重头戏 它至少还要携带两架 当然后来变成了 三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 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 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 工程师必须在局处的甲板上 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 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 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 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 完整的回收系统 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壁 这两样东西 通常会在二战当中 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 好吧 以为这样就完了 其实他们跟怎么把三架轰炸机 塞进潜艇的健身里面比起来 还是算容易的 因为一架常见的二战时期 俯从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12米 你怎么塞 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 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 能够方便地把砍断后的翅膀 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 装在这个上面 可折叠的机翼 确实是个挑战对吧 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地 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 并于1943年年初凯建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 起名1400 它硕大无比 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两倍 宽度也很惊人 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 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能 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八字型的抗压外壳 基本上就是把两个船体粘在了一起 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 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三倍之多 为了驱动这台怪物 停上装备了两套动力系统 四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 供它附在水面上是使用 两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 供它潜在水下是使用 顶层甲板的正中间 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 长31米直径3.5米 可以容纳三架 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式 擒蓝攻击机 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 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 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 它们会让经过加热的 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 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 使之随时可以出击 当接近目标时 E400浮出水面 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 飞机依此来到甲板 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 装载武器 展开机翼和回翼 将浮童锁定到位 挂上弹射器 收了一声压缩空气 就让一架飞机弹了出去 然后是第二架 第三架 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 在内之后 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 并在那里安静地 等待着轰炸机 完成任务后的返航 装着浮童的轰炸机 可以降落在 靠近前艇的海面上 接着液压壁会提起 并回收它们 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 当然如果有的时候 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 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 这几架擎蓝攻击机 也是可以不带浮童 弹射出去的 只不过在完成任务之后 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 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 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 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 当然除此以外 E400本身也是一艘 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 比方说 箭手装着的8个鱼雷发射管 为它提供了强大的 对舰攻击能力 甲板上装着5门炮 构建出强大的防空活力王 沿着船舰的两侧 装着两套平行的防磁电缆 也就是通电的导体 用来综合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 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 通过感应船只 使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 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一种 非常特殊的销声涂层 由树脂石棉和联合剂混合而成 涂在潜艇身上之后 可以有效地吸收和扩敌方 发射过来的声纳脉冲 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 机械招声向外传递 有效地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 使E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 悄无声息地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 你看够黑科技了吧 难怪美国海军在搅和他之后 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 后院着火的自己 还能不能一致坚定地拿到最后了 但事实就是E400连一场仗 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 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 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 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 先说战争进程 三本五十六是在1942年年初 提出这个方案的 但整整要到一年之后 第一艘E400才开工建造 而到了这个时候 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 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 中突岛战役惨败之后 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 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 只让E400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 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 主导E400设计和生产的三本五十六的死了 1943年4月 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截杀 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的 一式轰炸机 击落在了布甘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 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 伊斯坏如今更是江河日下 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 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 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 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 结果就是呢 甚至这其中的一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 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 而永远销声利计了 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 那E400支撑就毫无问题吗 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 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 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 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 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 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 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晚三架飞机 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 而浮在水面上的E400呢 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火把子 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 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 怎么办呢 赶紧下潜呗 可惜的是啊 它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 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 第三点呢 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 可飞机也不够蒸气啊 机械故障频发 就这么三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 总有那么一两架会掉链子 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 收益减半 真是要给它上了战场 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 好了 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 你觉得这玩意儿 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 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 我是火箭树 关注 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 A10攻击机啊 其实不是一架装着机炮的飞机 而是一门插着翅膀的机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两个重要的细节 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注意到 第一 它内门巨大的30毫米口径 GAU-8 七管加特林机炮呢 其实并没有装在机身的正中央 而是从飞行员视角看起来 稍稍偏左 当然我们看起来呢 就是稍稍偏右了 这是因为GAU-8的炮管呢 只会在转到9点钟的位置时 才会发射 出于这个原因啊 把它整体往右挪过之后 就能让开火的那根炮管 始终位于飞机的垂直中轴线上了 虽然看起来有点别扭 但对射击精度呢 却贡献巨大啊 因为GAU-8在射击时呢 后座力实在是太大了 即使稍微偏离中心一点点 也会对飞机产生一个偏航的力举 使射出去的炮弹不再聚集成团 而是散布在一条水平线上 精度大减啊 另外 由于机炮的安装位置呢 是在飞机的中心以下 所以开启炮来产生的后座力 也会让机头向下倾斜嘛 又在垂直方向上打出了偏差 为了弥补这一点呢 GAU-8其实也不是水平安装的 而是向下倾斜了两度 把低头的趋势呢 正好给抵消掉了 再看第二个细节 这张正面照片 看起来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对了 就是前起落架呢 也不在飞机的中间 为什么呢 因为要让开那根粗壮的泡管嘛 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一闷插着翅膀的机泡呢 对了 对了